kij после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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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編 小編 帶大家 來看一下 來 鴛鴦湖畔的瓋葉啦 我現在的位置就在 我們的鴛鴦湖 ainsi 跟大家報告 鴛鴦湖畔的風速啊 現在開始再轉色的 這邊原本是一顆紫葉峰 因為9月十月的颱風 受到了颱風的詐欺 被颱風炸氣,最炸騙了 因為颱風帶來的冷,讓它以為秋天到了 所以它就提早的掉葉子 但是其實時間還沒有到,它就一定掉光光了吧 如果正常的話,這邊這一殼會很漂亮 那剛才看到紅葉是哪邊的呢? 紅葉的是這邊 你看,轉過來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有沒有 正常的時間啊,我們秋天啊 人家說秋風秋雨,仇煞人 秋天有一個感傷的季節 就是我們的葉子會落滿地 不過這個我們每天都會 早上都會有人清理 所以步道的部分都是會很乾淨的 但是隔天早上一大早還沒有整理的時候 其實滿地的都是落葉 就是秋天到了 然後你看一陣風吹來,秋風吹來 多麼的令人惆悵啊 不過也是宣告的,就是我們的 賞風的季節到了 那10月底,10月的下旬就是我們的 沿洋湖畔的這些風速會開始變色 因為沿洋湖啊,沿洋湖旁邊這裡有水 有水帶來的濕冷會比較冷一點 那這邊湖畔的風速感受到冷了 然後時間到了,就會開始變色 如果今年的霜降 24號的時候霜降的時候 農場還沒有看到霜 代表今年的冬天會遲到 相對的冷空氣的 會慢一點到 所以枫葉稍微都往後沿了 大概10天左右 以往大概10月中旬這邊都變色 今年到10月底 現在今年26號 開始有風速在 風葉在轉色的 那接下來也是這些 青峰啊 這有兩顆 一顆是紫葉峰 一顆是青峰 那它上面其實還有架接其他的 掌葉峰的字條 那可以看到 黑白龍君 人家是黑白龍君 我們是紅綠將金 一邊紅的一邊綠的 一邊是紫葉峰 一邊是青峰 青峰的話 大概要到11月中旬 它會變色 夠冷它才會變色 不夠冷的話 它可能會枯掉而已喔 走到落葉上會有那個沙沙沙的感覺 非常的有秋風秋天的氣氛喔 這一顆怎麼拍 這一顆不好拍 這一顆其實就是 你要退到後面 然後人在前面 人在前面這邊 然後一樣站著 用低角度 一樣齁 前面那隻腳腳尖點定 那你的攝影師 把手機或者相機放低 這樣拍齁 拍到後面有風速 前面有你的人 和你的大腸腿 這種仰腳的方式拍會很不錯 另外前面這一顆 這一幾顆也是 也是紫葉峰 這個掌葉峰 大概要到11月初 大概11月初 越南湖的會比較早 松茹的掌葉峰 要到11月中旬的齁 今年的話會稍微晚啦 這幾顆 紫葉峰要怎麼拍 如果有看昨天直播就知道 就是 你的人 要被照的人 站在這邊 然後攝影師走上來 攝影師走上來 在樹的後面 然後這樣拍 這樣拍 人剛好在光線下面 然後樹 那個楓葉在 那個後面背影下面這邊 逆光這樣子 然後人在前面讓太陽照到 這樣拍下去 齁 真的 就是 美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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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這個季節 就是 賞風的季節 齁 大腸腿 唉唷 不是那個腸哪 欸 媽咧 齁 我們拍照 用稍微一點點的 小小的技巧 都可以拍出很漂亮的 照片 那在農場的話 有的人喜歡拍 我們的景色 有的人喜歡拍人齁 那各有 各有不同的拍法 小便是比較不會拍人齁 常常被嫌 然後拍風景可以拍 那麼漂亮拍人 拍得醜八怪 拍風景的話 風速 如果你用手機拍的話 如果你沒有特別設備的話 你就是逆光拍風速 它顏色會非常的飽和 非常的漂亮 像這樣逆光拍 這邊帶一點 美洋湖的景色 齁 才會知道你在哪邊齁 會非常的漂亮齁 十一月底 十一月底大概就只有剩松爐了齁 十一月中旬的話 這邊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轉色的齁 這個 後面這還沒有轉 這個是紫葉風的顏色齁 有一點咖啡 帶一點紅紫色 這個是它 正常的時候是這個顏色 那準備變色的齁 轉色的時候 會變成鮮紅色 鮮紅色的時間 大概維持三天 鮮紅色的時間大概維持三天 很快 秋天 秋 秋風的時間 是非常的快的齁 因為它一轉色代表 它要睡覺 它準備要休眠的齁 因為一轉色 它葉子就即將要掉落 那是最美的時刻齁 那天看有人把這個拍出一個新的形狀 新型 大概可能要找個角度 才會把那個愛心的形狀 拍進去 嗯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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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嗎 這個愛心 有愛心嗎 呵呵 有看到愛心嗎 嗯 稍微找 那天有有有 有朋友分享 他在這裡拍一個愛心 那還有就是秋天是我們的風類活動的高峰期 就是它準備要過冬了 所以它風類的活動非常的旺盛齁 那只要你身上有比較特殊的香味 尤其是抹香水的 或者是比較香的墨浴乳啊 或者是那個防蚊液 防蚊液它也會吸引它 或者是你都沒有洗澡 你身上很汗臭味 都會吸引蜜蜂 有沒有聽到 像我現在旁邊就 就有蜜蜂在盤旋的齁 那其實你不要理擦 不要理擦 輕輕的撥 不要用力的去揮打 腳邊上次用力的去拍 以為是火神 結果夭壽是蜜蜂 就被它叮了 這個就是正在轉色 標準的正在轉色 為什麼 這次有沒有對到膠 拜託對一下膠 就它葉脈的地方還是綠色 還有一點葉綠樹 但是葉的邊緣的部分都開始轉成紅色 這就是正在轉色的狀況 正在轉色的狀況 有沒有 葉脈尤其靠近中心的位置 它的還有一點葉綠樹的感覺 但是旁邊的葉子都已經在轉色了 這就是剛轉紅的樣子 剛轉紅的時候很漂亮 再來會更紅 紅到跟那個春蓮的紅一樣 很紅很艷 像那幾顆 這幾顆有一點前面末梢的部分 有一點在轉紅的 那個都是現在正門 明天可能都看不到那個葉子 就是變色的時間是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啊 不是我沒在 我沒在說 就是賞風的時間是瞬息萬變的 我可能下午來拍 又是不一樣的景色 十月底 十月底就是松爐 十一月中旬之後 就換松爐的掌葉風 準備要轉色了 現在來還有路口這一片 這一片也很漂亮 漂亮嗎 沒有漂亮 沒有漂亮 現在齁 因為其實 天氣氣又一直在變齁 平地要欣賞到楓葉轉色 已經不容易了 只會遇到那種很誇張的寒流 才會讓楓葉轉色 台灣賞風之前比較有名的就是阿灣大 阿灣大 種最多的其實是楓香 那楓香它要轉色 要很冷很冷才會轉色 農場有風向 農場有風向 農場的風向大概要到十二月才會轉色 要很冷 真的要很冷的時候 甚至要結霜了之後才會轉色 那近年來因為溫度不足 所以 比較低海拔的部分 要遇到風轉色 比較困難 那對於我們農場來講 我們農場海拔兩千兩百公尺左右 那 那其實 要轉色 我們農場 溫度算是 還OK 但是這幾年的話 我覺得狀況也沒有很好 沒有那種讓你覺得 秋天冷到的感覺 有的話就是 瞬間它會 全部轉得很漂亮的紅色 松茹也是 松茹的風速如果 夠冷它的 變色會變得很漂亮 那我們只能用一些人為的乾色 讓它 風越在樹上 留的時間久一點 久一點的話 越接近冬天 它溫度越下降 它才會變得漂亮的顏色 不然一到正常 你不去做人為乾色的話 它大概這時候 掉了就掉了 就像這樣子 就枯掉了 這邊有一個石燈籠 我覺得 有一個角度 非常適合拍照 就是 大概也是要中午之前的時間 中午之前的時間 陽光會 灑落在這邊 那 要被照的人 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然後拿相機 拿手機的人 要往哪裡照呢 我們走到 這棵的風樹下面 旁邊這棵 這棵也是直接放 那我們 走到這棵 蹲下來 一樣 蹲下來 你要把你的大長腿 派出來的話 你就蹲在這棵樹下面 然後 怎麼照 這樣照 這樣照 欸 是這裡嗎 再過來一點 再過來一點 不錯不錯 走到這 走到這 兩棵樹中間 廣角的嗎 兩棵樹中間這裡 然後 蹲下來 人在那 人站在石燈籠那 這樣照 有沒有 近一點 這樣 有沒有 這樣子把書帶下來 那種網美照 人小小的那種網美照 然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楓葉 你看楓葉是在逆光下 你剛好在太陽下的 石燈籠那邊是 這邊是剛好在太陽下 你又被打光到 然後楓葉又可以顯現出楓葉的顏色 好 漂亮喔 你看 風一吹來 葉子都掉下來了 啊 很快很快 真的 真的 賞風的齁 這禮拜 我講過 十月底就是 冤浪湖 十一月初的話 冤浪湖也還有 冤浪湖 但是直夜風 黃風大概 十一月初就沒有了 要等 嗯 嗯 松茹的話十一月中旬 然後十一月初的話 鴛鴦湖湖那邊是 掌葉風 掌葉風和清風 會開始在變色 一樣另外一種美 其實有陽光的話更美 有陽光更美 有陽光更美 你看 看看看看 葉子被風吹落的感覺 哇 哈哈 沒有啊 都是 我們平常拍人我真的不行喔 拍人大概都是 農場 農場可能有一些 小姐姐來拍照的時候 他們會擺一些pose 我覺得 哇 很厲害 真的超厲害的 哈哈 那我就偷偷學起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像這個就開始 你看 一天一天 昨天來拍的話 這裡都還有葉子 現在 被風吹吹了 掉落了 真的 很快 時間過了 時間 時間 時間跟 風葉掉落的速度成正比啦 你看 風一吹來 葉子就起來了 為什麼秋天 令人惆悵 就是 看著葉子這樣子 葉子的離去 是風的追求 還是樹的不挽留 沒有啦 時間到了就是這樣 這樣啦 好啦 都要一支一支 他們那樣拍 從那邊拍上來的角度 也是非常的棒 不過 那邊的話 人會在陰影裡面 人的話 可能要找 補光那種 打光的 一些設備 好啦 我覺得很美 其他的這個清風 清風 掌葉風 還沒有變色 清風掌葉風還沒有變色 不過 可以看到 也 樹的 樹梢的部分開始 在轉色 真的 時間一到 啊 冷度一下來的話 該轉色的 他就會轉色了 然後 這就是我常講的 對焦度不動 對焦度不動 那這個的話 就是 欸 有冷的 為什麼冷是一個警訊 就是他 葉子要把葉綠樹 轉換成養分 吸收到樹體裡面 所以葉綠樹被抽掉之後 剩下來的 葉黃樹 和花青樹 還有 Beta胡蘿蔔樹 就會形成 紅色 橙色 黃色 就是 它的色素的顏色 就是 紅橙黃 這樣子 紅是什麼 紅是花青樹 橙 Beta胡蘿蔔樹 黃 葉黃樹 還蠻好認的啊 蠻好認的 那為什麼會有綠色 就是葉綠樹 那葉綠樹 被抽回去 被抽回去的話 就剩下葉黃樹 跟葉黃樹 所以才會形成 那麼漂亮的 紅橙黃的 秋天的顏色 說到這個 我不是在上那個 化學啊 這是算化學嗎 自然科學啊 還是有人不喜歡靜靜 喜歡放一個音樂 不過我盡量不要干擾別人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譬如小編唱歌嘛 小編唱歌 小編唱歌也有人不喜歡 小編自己唱爽的嘛 當然我盡量不會影響到別人啦 如果有很多人的時候 我當然就不會唱歌 漂亮喔 嗯 大部分人來 都喜歡靜靜的 享受 好啊 另外一個就是 拍景深 就是從 入口這裡 往我們石東龍那邊 回蒙一拍 這樣 這邊就是要用望遠的角度 這樣子 帶一下景色 有辦法把景深 就是 前景中景後景 帶出來 這樣子 不過這邊很快 這裡 已經在轉色 代表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這邊 就會 結束啦 禮拜 11月初 差不多啊 跟小編 預估的 賞風期間差不多 路口現在 11月會 綻放的 就是 這個 大麻野 不是大麻 一直有人說 農場種大麻 到底哪裡像大麻 很像啊 這個是 芳香萬壽局 這11月份 在農場會盛開 很漂亮 又很香 整個都是它的香氣 有一種 甜甜的湯果味 我們說有一點 百香果的味道 我們說有一點 百香果的味道 芳香萬壽局 不是萬壽局 萬壽局又是別的東西 他每次都被小便調侃 被客人檢舉農場種大麻 到底哪裡像大麻 想不到 什麼都可以來檢舉 沒關係 OK 好吧 秋天 就是這樣子的季節 瞬息萬變的季節 客運到福壽山嗎 有我們的風原客運 還有我們的國光客運 風原客運 是從台中風原發車 國光客運 是從宜蘭 宜蘭還有羅東發車 還有花蓮客運 花蓮客運到梨山 不過到梨山之後 可以再轉乘上來 到福壽山農場 但是班次都非常的少 好少的可憐喔 來蘋果王葉子掉光光了 颱風後他的葉子就瞬間就掉落了 一樣跟我們風速一樣 他被我們的颱風 騙了 被我們詐欺 颱風詐欺 就是颱風帶來很冷 讓他以為是秋天 但是 其實不是秋天 他只是颱風 颱風後 他以為冬天了嘛 所以他自然就掉葉子 那前面這個很漂亮的 紅層 紅波隆東的 就是我們的陽光蘋果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是 這邊是蘋果王 另外一邊就是梨王 梨王上面有中國的梨子 有西洋的梨子 中國梨就是長得遠遠的 遠遠的那種梨子 都是中國品氣的 西洋梨就是 長得他有葫蘆腰身的 就只有西洋梨的品氣 還有陶王 我們之前講過 蘋果王他其實他生了重病 那旁邊這裡有一顆 準備要繼承王位的蘋果王子 在這裡 蘋果王子 路口這一顆 職業風也很漂亮 好啦 山上天氣非常的好 天氣晴朗 秋天就是一個非常適合出遊的時間 來這有一個花牆 還蠻多人在這裡拍照的 這個花牆 哇哈哈哈哈哈哈 看得出來什麼名堂嗎 看不太出來 其實這個花牆上面寫著福壽山農場 用我們的草 淺色的是佛家草 然後深色的是芋蓉草 然後中間的花裡的是海棠 好啦 這有一台大橘耶 漂亮的車子 OK 分享給大家 這就是今天26號 4月26號的福壽山農場 風況啦 冥陽湖的風況 啊 松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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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而已 旁邊而已 松爐現在綠油油的一片啊 我說過 松爐要等到什麼時候 11月中旬 現在到11月初 它都是 非常的青春的顏色 江江 現在的松爐綠油油的啊 真的 綠油油的一片 哈哈哈哈 它是可以想像喔 再過大概半個月喔 這裡就會變得非常的漂亮 一樣 秋天不等人喔 秋天的時間不等人 那風夜也是 變色的速度也是不等人 你知道嗎 好啦 分享給大家啦 這樣子 冥陽湖的風況和松爐的風況都介紹到了喔 呃 冥陽湖看的話 大概這個禮拜 會很漂亮 然後 下個禮拜的話 它 植葉風黃蜂會開始掉落了 那 接下來 長葉風 青風 會開始轉色 好 那到11月中旬的話 就換我們的松爐登場 然後 但是11月中旬的話 冥陽湖的風速大概 葉子都會落得差不多了 好 OK 本鄉給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禮拜四 今天是禮拜四 你看我們中爐 中爐為什麼比較晚 就是 旁邊有這些大樹啊 柳山啊 松樹啊 圍繞著把它保護得好好的齁 所以它齁 比較晚才會感受到冷 比較晚冷它就比較晚變色啦 OK 先給大家 大家拜拜